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自從國安法要在香港實施這個消息出台之後 不僅使本地居民產生擔憂 而且也引起了國際投資者的廣泛不安博 根據路透社引述一名歐洲私人銀行家指出 說在他們的客人當中 有些富商對於去年開始發生的反送中抗爭運動 已經產生了一些慣性 開始習以為常 認為事情總有一天會過去 但是這班人現在就以極速 將財富集中風險減少 這班客人本來在去年把設資 視為Plan B 未有真正把資產撤離香港 但是今時就不同往日 這位銀行家目前收到很多查詢 都是這班富豪想啟動設資計劃 目前這位歐洲私人銀行家所屬的銀行 就是管理著2000億美元的資產 另一位銀行家就說 香港將會難以挽留人才 不論是個人或機構 都正在審視 到底中共背後的立例動機是什麼呢 好了 這件事充分地反映得出 那些國際投資者正在用鈔票 對大陸表達一種不信任 當然 這堆不信任票 背後就價值連成 每一張分分鐘都在說 是以每億美元來起跳的 好了 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因素 很大程度上就是基於制度 基於什麼制度呢 就是法治制度 而這個良好的法治制度 就確保得到 香港是可以擁有資金流通自由 資訊流通自由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以及廉結等等的核心價值 而這些東西就是為什麼大陸經常又搞上海、浦東、深圳、前海 他搞得到硬件出來 起了很多摩天樓 但是永遠取代不了香港的原因 他就是沒有這個制度 好了現在暑時之間 就說要將國安法擺在基本法附件三當中 在香港實施 最後這個法治制度的問題 就是燒到國際投資者那一疊 本迷其實對於平民百姓來說 法治一早就已經是瓜柴了 為什麼呢 那些官的判案是怎樣 大家都一清二楚 但是還未去燒到國際投資者那一疊 現在就大家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好了 這時候當然 就是用鈔票來投票 走投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 到底香港這個獨立關稅區地位 是不是真的會取消 現在美國的態度就很強硬 基本上國務卿蓬佩奧就已經是 預告了 如果這一條的國安法要在香港實施的話 基本上 都沒有彎轉 好了當那些國際投資者面對著 這個獨立關稅區有機會取消的時候 他一定是要預先部署 不能夠等到你說要取消那天他才走 到時就遲了 因為就算到時香港仍然是沒有這個外匯管制也好 但是當這些公司要將資金轉移回美國的時候 美國就會將香港視為一個中國城市 你這個香港資金就等同於是中國資金 這一筆錢要回到美國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阻滯 分分鐘又要有額外的審查 又有路 所以一定是會預先部署的 當大家都預見到有這一天的時候 就沒有理由等到埋美那天才說走 喂 到時香港的資金進出美國受到限制 那麼就糟糕 因為美國在香港從事的行業 主要來說就是金融相關行業 所以有些人是不明白的 在網上說 美國不是一樣跟大陸做生意 一樣在大陸設廠 因為那些是低端的工業 那些不是高增值的工業 那些純粹是製造業 大陸有個名字叫做什麼 世界工廠 別名是什麼 血汗工廠 當然現在有很多的 廠房都開始撤出了 又說要去印度 要去東南亞國家 因為中國的工資水平在過去20年 已經是上漲了不少 再配合一件事就是 美國政府就用資金來利誘一些美國廠房 撤出中國 甚至乎要遷返美國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因素 那為什麼美國的公司仍然會在大陸那裡設廠呢 首先來說 那些廠房成本 就不算是什麼 而且在大陸生產了幾年的貨品價值 就已經可以回到本了 那些東西也是很難去撤出的 那你沒理由整間廠房 斬件搬回美國 那個廠房本身不是那麼值錢的東西 反而來說在香港 它從事的正正就是金融相關的行業 比如說在香港搞什麼 銀行 保險 證券期貨交易 以及基金管理等等 這些東西是流動性非常之強的 可以說走就走了 在香港有什麼東西呢 開一間寫字樓 那已經可以營業了 就不用開一間廠 在大陸那時候如果你說要走的話 你走什麼呢 那間廠就建在那裡了 所以這個是不能夠同日而語的 美國那些企業來香港投資 它在搞的是高端的服務業 它回大陸那裡撤廠去搞的那些 就叫做低端的製造業 是不能來比較的 在香港那一批是可以說走就走了 至於那些富豪就更加不用說了 肯定就是要分散風險 還把所有資產都放在香港那麼笨 讓你充公 以市為鑑 對嗎 49年的時候 答應你托塔也還可以 去到後期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就算是那些小資本家 逃得過這個政治運動 逃得過那個政治運動 你到最後 所有那些私營公司 就變成了所謂公司合營制 公司合營制就是把老闆轉為員工 然後吃了你的股份 到最後你拿都沒得剩 拿都沒得剩就不得意 到了文革的時候 還要幫你挪置罪名 還要幫你帶頂什麼帽子上去 又說你壓榨人民 又說你怎樣 下場當然非常坎坷 有這樣的歷史作為借鏡的時候 這些人如果不走 他們都是違反人性 他們不應該發達 如果這樣也不走 所以這是絕對可以理解的現象 當年最慘的是哪些人 就是被人探討落搭走回大陸參與建設那些華僑 這些就是有人持官歸故 有人漏夜趕科場 在49年的時候 有不少當時的中國人 一聞到陣裁不對勁 知道共產黨打到來 馬上就撤退 是不是 拉隊去台灣的又有 走下來香港的又有 去外國的又有 但是偏偏就是一群人對於中國有一種向往的熱誠 沒有錯 只不過他們當時 就是因為這個判斷 搞到 那些日子之後難堪 多麼艱苦 保住一條命也算是如此 有了這樣的歷史背景下 每一個理性的人 不要說是藍絲也好 黃絲也好 或者是什麼政治背景也好 都應該知道要是怎樣做 是不是 沒有理由還去 阿如鳳城 還想著可以謀一席之地 你想想那些所謂的建制派也好 香港警察也好 到最後肯定就會被大陸棄之如弊 當你利用價值用盡的時候 他還保留你這些人在做什麼 是不是 已經有了這樣的歷史背景 你看看中國的所謂的民主黨派 在57年反右之後 他們的下場是多麼慘烈 多麼悲壯 你就知道什麼一回事 如果到這一刻 還有一些所謂藍絲 或者是所謂建制派人士 或者是那幫香港警察 還以為他們的美好日子終於來臨了 有個國安法 這幫人還沒睡醒 那些人完全明白一件事 直觀的概念 在中國人裏頭 是深耕密植在腦裏面 你本身是南方人也不僅 你還要是廣東人 還要是香港人 他怎麼會重用你才行 他怎麼會棄中你才行 他只會當你那個 勝儒價值都用完的時候 你就是玩完而已 他一定會派一隊親兵來取代你 你算是這什麼 你看看目前的所謂建制派 有些連廣東話都說不正 那幫就是他的親兵 你以為香港出生的那幫 或者香港長大香港讀書的那幫 現在投靠了他 以後就有榮華富貴有好日子 你還沒睡醒 他一定會取代你的 就算你 可以繼續來狗言殘喘也好 你也要受這幫人的氣 你也要受這幫人的面色 也沒有辦法上位 最盡都是這樣 以後就算有位上 也是那幫人上 這個是客觀現實來的 這個是基於過去的歷史軌跡 而推演出來的 你就不要相信 你就看看 是不是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 好了 接下來就講講關於股市下跌 原來早兩天股市下跌 很多分析員都不能夠 將國安法和股市下跌連繫起來 那就是被人禁聲 至於這個現象 就不但在這幫股市分析員身上找到 連行政長官和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都是不相伯仲 林鄭就說 無需為股市下跌太過憂慮 因為股市有升有跌 最重要是監管機制有效運作 可以承受短暫的衝擊 有記者就問到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說股市這樣下跌 是不是反映到市場憂慮國安法 建制派就說 這個是不科學的說法 到底科學的說法是什麼 為什麼無端端會跌 他為什麼不小心 為什麼這麼初濟 真的難以理解 這幫傢伙 所以就是這樣 你說的那些 連自己相信的那些 都不可以說 做來做什麼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